大家好,我是Viu 人生就是在不断做选择的过程 是你的过去造就了你的现在,你的经历 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 你今天得到的结果,是因为你五年前做的选择 换句话说啊,你五年后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也看你今天做的选择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五个问题啊 来看你现在做出的选择,会给以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在影片中,你每答对一题就会得一分 而这些问题会从简单到困难排序 并且会分析做出选择的背后原因 通过这五个问题的分数啊,就可以测出你以后的富裕程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看完了再告诉我你得了多少分,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宣流的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在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好了,我们马上进入测试题吧 第一个问题 根据你目前的惯性思维 你现在大多数的时间 是烦恼如何赚钱的问题 还是烦恼如何省钱的问题 客观的写出你的答案 好,答案揭晓 烦恼如何赚钱的问题一加一分 原因很简单啊 具备富人思维的人更倾向于赚钱的问题上 而普通人呢 更多的是专注在怎么省钱 富人喜欢通过花钱来改变生活的质量 比如换一套好的西装 从而更好的赚钱 而普通人呢 想的是通过降低生活品质 来给自己存下更多的钱 那在这里我没说省钱有错啊 省钱是一种美德 但要知道通过省钱才能富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专注在如何省钱 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富有 以前大多数的百万富翁 都是通过一边工作 一边节俭出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近十年崛起的富翁并不是这样的了 他们不再只是通过省钱累积财富 而是通过开源创造财富 比如贝佐斯 扎克伯格 马斯克等等 那些你能想到的绝大多数 他们赚钱的速度永远快过省钱的速度 加上货币贬值越来越严重 比如某些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 经济陷入低迷 为了刺激市场 印钱速度越来越快 导致即使其他国家没印钱 但也会因为某些国家的无限印钱政策 让全世界都被逼着一起消化这些热钱 而这样的结果是 全世界都一起面临通货本账 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处于持续贬值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代别再纠结怎么省钱了 就算你再省 也无法省出一个百万富翁来 因为单单在通货本账上 就已经会把你手上拥有的货币疯狂稀释掉 导致你原本的价值大幅缩水 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大家把全部钱花出去啊 我的意思是 与其把全部精力放在节流上 每个月多个几千块钱 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源上 即使是讨好顾客 甚至是讨好上司 都会比一味的节流来得更有效率 理财的前提是有钱了才有财礼 那第二个问题 你平时更喜欢付费的东西还是免费的东西呢 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 你会去付费买装备 还是只会免费的玩 比如说上课 你喜欢上付费的课 还是喜欢上免费的课 你喜欢上付费的活动 还是免费的活动 写下你的答案 好 如果你的答案是付费 那么恭喜你 加一分 为什么啊 首先 富人是更愿意付费的 因为在任何领域里 付费都可以更快的拿到优质资源 比如说稀缺的商品 如果流通在市场上的话 那肯定是会被付费的人先拿到的 而普通人更倾向于免费的服务 但免费的结果 往往就是拿到比较便宜的资源 或者是太多人瓜分这些免费的资源 让这些资源变得不再具有什么价值了 不知道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八成的免费玩家 都是属于陪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日以继夜 努力刷剧本以后 你会发现你拥有的装备 还是不够跟那两成的付费玩家比的 换句话说 这八成的免费玩家 是由两成的付费玩家支撑起来的 即使在虚拟的世界里 两成的付费玩家 也拿到了有限的优质资源 他们花钱买了一个爽的同时 也买了很多的时间 在商场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 那一定要去付费 不要为了一点钱 而去寻求一些免费的建议 要知道啊 免费永远是最贵的 虽然你会因为省钱 而得到了一些资讯 但要知道 这些资讯既然是免费的 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就算有 也缺少了系统性 简单来说 这些资讯是没有被整理过的 里面掺杂了很多其他的资讯 那么如果你是小白 很可能因为听了这些资讯 知其一不知其二 而去踩了很多坑 最后反而损失了很多钱 第三个问题 你是更倾向于冒险还是安稳呢 比如说在工作上 你愿意尝试不同的工作性质 还是你觉得一个工作 可以一直做到老 写下你的选择 好 答案揭晓 如果你是选择冒险的 那加一分 因为有富人输入的人会更愿意冒险 而普通人会更倾向于安稳 要知道 冒险的背后是比较少的竞争者 而安稳的背后往往是更多的竞争者 人嘛 天性都是追求舒服的 追求安稳的 而冒险恰恰恰是违反人性的 富人知道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维持永恒不变的 再稳定的工作 也会有被替换的一天 未来谁能适应不稳定 才是真的稳定 而想要成为那少数人 就要成为愿意冒险的人 这样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占领主动权 就像船停在港口是最安全的 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而人生就像船一样 并不是一方风顺的 如果没有经历过风浪 那就不会有出色的驾驶技术 富人深刻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即使知道前面会有未知的风险 也依然会选择冒险前进 而他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这是尽可能的让风险降得最低 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啊 就是那些喜欢折腾的人 抗风险能力都不会太差 而得到的机会也会比普通人来得多 第四个问题 你会选择分享资源 还是会选择闷声发大财呢 写下你的答案 好答案来了 选择分享资源的人加一分 一个人能赚多少钱 在于他能否整合好他身边的资源 你认同吗 富人往往喜欢分享 并不是因为喜欢不求回报 而是他们明白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 比如时间 精力 金钱 和技能等等 通过分享你的资源 换来别人的时间 叫做雇佣 通过分享资源 换来金钱 叫做融资 通过分享资源 换来技能 叫做互补 甚至有些大佬会出自传 去办讲座 去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 和用过的方法 这一点从本质上来说啊 也是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让自己能触及到更多的人 而触及到的人多了 自己也就有了流量 在这个时代流量太重要了 老板 企业 甚至普通人 都需要学会引流 因为有了流量 你就能够做成任何生意 给自己带来好几倍的财富 如果你也对打造流量 建立个人品牌有兴趣 那可以去报名我的青资产 创业培训 里面会教你如何从零开始引流 如何给自己打造六位数的商业模式 这培训暂时还是免费的啊 但很快就要转成付费了 因为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 也不适合一直免费的放出来吧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面描述栏的链接 去卡一个位置啊 而普通人呢 更喜欢自己独自工作 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很厉害 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但他们始终弄不明白 什么是分享资源 什么是先给予才有回报 所以一直只能赚些小钱 这跟先花钱 才会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 看起来是亏本 实则是要赚尽更多的钱 分享意味着利益版定 而利益版定就提升了一件事情的成功概率 就像是你自己希望一件事情成功 跟一群人希望你这件事情成功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群人所给予你的资源 绝对会让你的成功概率高得多 第五 如果你目前在一间小公司上班 然后你获得了可以去大公司实习的机会 但是薪水是现在的一半 你会去还是不去呢 写下你的答案 好 答案解析 会去的都加一分 这里不算其他因素啊 就单纯从逻辑上来说 会去的人本身就不是朝着薪水去的 而是朝着在大公司所能获得的信息去的 而那个信息很有可能会从此改变你的命运 富人懂得在大方向上做选择 他们看重的是未来 而普通人更看重的是当下 更在乎当下的利益 说白一点 就是更在意能不能马上获得回报 那如果不能 一般都不会选择他 因为他们不喜欢漫长的等待过程 都想要迫不及待的回收利益 富人则集中火力在大方向上 什么方向有未来 就选择什么方向 是从未来的视角出发 而如果你能把目标聚焦在发展上 聚焦在未来上 那你的未来也不会太差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你的目光专注在哪里 你的结果就在哪里 如果你专注的是当下 那你也只会获得小影小力 但如果你的格局足够大 你的目光足够远 那你未来所获得的东西 也是当下的环境所给不了的 甚至会超出你预期的很多倍 以上就是测出你是否具有富人思维的五个问题 其实并不是说你答对这五道题啊 你以后就一定会是富人了 因为即使有些人拿了满分 生活却还是会一样 这就跟明知道却做不到是一样的意思 这影片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了解自己在每一次做选择的背后 都带着什么样的思维决定的 而真是这样的思维会影响你以后的富裕程度 如果你有从今天的影片获得一点价值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 把这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 如果你喜欢创意赚钱和财商思维的内容 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希望透过分享高价值内容 帮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比较特别 那你喜不喜欢今天这样的内容呢 留言告诉我吧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Will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